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河丽莎 我是依赛 那今天呢 有点纠结 因为又要曝光教会了 但是这个教会呢 其实跟我们平时大家理解的教会不一样 然后跟异端的教会也都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让我看到还是蛮惊讶的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教会的存在 就是在台湾有一个教会呢 叫做真光福音教会 那这个教会已经15年了 算是时间蛮长的一个教会了 15年呢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教会呢 因为这个教会他们的宗旨是 推崇LGBTQ所有的这些议程 我呢实在也不想帮助去那个promote他们的频道 但是在他们的频道上面有非常多让人看了之后就让人没有办法理解的这样的讲道吧 或者是那种视频 就是他们的牧师跟大家讲说 同性恋是ok的变性人也是ok的 就这些都是ok的 然后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反对这个 没有针对这方面特别的教导等等等等的 他们会完全的把圣经的教导给twisting 就是完全的给反转化 扭曲 扭曲 然后让被吸引到他们教会的那些年轻人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教导吧 你之前有听过这个教会吗 我之前没有 刚信主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台湾同婚通过的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觉得百事不得其解啊 为什么基督徒要反对同婚 就是为什么同婚是一个这么坏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要结婚就结婚啊 他们要干嘛就干嘛 这是他们的事情啊 所以说我就开始上网去找 找圣经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个牧师 那时候上电视节目去讲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我看了圣经了之后 我在看他的东西 我就是完全没办法了解他在讲什么东西 对 而且这位牧师呢姓张 然后呢他不仅自己是牧师 而且他还是PK 就是他的父母是牧师 这个样子 那他其实在网上有非常多扭曲圣经的这样的节目 就今天就因为太多了 而且实在是就是讲这个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你要是稍微就是有读过圣经的节目 就会知道他讲的东西根本就跟圣经的教导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他就是自己编的或者是什么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就拿一个他做的这个视频 拿出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这个视频的title非常吸引我 它叫做真相大白 破解反同经文 上帝真爱同志 你看光从这一个标题里面 你有没有觉得他就已经在twisting 就是神的这个话语对吧 他后半句话没有毛病了 上帝真爱同志啊 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啊 上帝爱所有人啊 我们都是他创造的 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他当然爱我们 但是他这个破解反同经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于是好奇的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 不看不知道啊 一看真的吓一跳啊 那我们下面大家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位牧师他到底讲了什么 最后呢到了哥林多前书以及提摩泰前书的经文 那这个其实牵涉到了圣经翻译的一个错误 首先呢这两段经文其实有刚好有提到了两个字 第一个字呢是做软筒的 第二个字呢其实是提到的是青蓝色的 那后来的圣经呢把这两个字翻译的很像就是跟同志是有相关的 但是这两个字的原文其实跟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 做软筒的这个字呢在原文当中是软的意思 细软的意思 那其实最好的翻译应该是软弱 应该是软弱 那跟同志是没有关系的 而第二个字呢这个青蓝色的这个字呢 它的原文的意思比较像是男性的性工作者 但我们知道男性性工作者跟同志也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所以应该要回到圣经原本的翻译 其实是跟同志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看完了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很多异端他们常常会做的事情 像说摩门教他就跟你说 你没有看过原文圣经 然后耶和华见证人他就说 其实原文圣经上面写的是怎样 所以说很多的人想要把自己的欲望 还有各方面解释成圣经的那个样子的说法的时候 他们最常用的就是你没有读过希腊文 你有读过希腊文 那你没有读过希伯来文 你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都会 但是你不知道这其中的意思 很多支持这个牧师的说法的下面就是留言 我跟你讲那个留言区真的是丑翻天 我看了一下头头这么大 那里面最常就是互卫 说圣经从来没有批判说同性的性行为是不对的 等等等等 就是他们互卫这个方式 就是说你不懂圣经 因为你看的是中文版 然后有人说 不对我英文版的也看 那请问你说的哪个版本 是像你说的解释一样的 然后这是说你看英文版也不对 中文版英文版全都是跟人家那个翻译过来的 你得去看原文 你得去看那个希伯来语也好 或者是希腊语也好 你得去看那个 那请问你懂吗 你懂希伯来语吗 你懂希腊语吗 你不懂那就证明你没有办法看懂圣经 那照这么来说的话 这世界上你说有几个人能明白圣经 到底说的是什么呀 对吧像我们这些外邦人 我们也不用传教了 因为我们看不懂圣经嘛 对不对 所以呢就是还真是感谢他 要不是因为他说这个原文对这个词到底是什么什么意思 我还不能去查这个原文 对那我就是发现呢 就是说你看有的时候魔鬼做的工作 他要不然他就是把神的话语扭曲 要不然他就是把真话他给你说一半 那就像他刚才在影片里面说这个对于做卵童的这个的解释 他其实只解释了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你要是去查那个字典呢 就是原文那个字典说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的确是有说细软软弱的意思 的确是有这个解释 这个词呢是一个形容词 但是他当形容人跟形容物品的时候 他是两个意思 OK 就比如说呢 他形容物品的时候就是柔软的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这个衣服呀 这非常柔软就可以用这个词 这个词呢就出现在路加福音的七章二十五节 还有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八节 他还形容什么呢 就是说很讲究的这个人呢 穿的这种好衣服你知道吧 细软的带细软的这种好衣服 他刚才只讲到了这个意思 那么当这个词呢 形容到人的时候呢 意思就不一样了 你想看一个软弱的 阴柔的 男人是吧 那形容人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就是有指 鸾同 鸾同是啥意思 鸾同就是男计 就是专门与男人发生性行为的男童和少年 在SDNTG 希腊新约语义大词典里面有清楚的解释 说这个词啊 在希腊语里面呢 不仅仅是表示了同性的性行为 希腊语非常神奇 它在里面呢 更是表示了 在同性性行为中被动的那个角色 OK 就是这个词它一出来它就是一人间歇 就是你是同性性行为理的 哪一方它都给你说出来了 就是这个意思 OK 那说到这呢 你可能就问了说 那么这个是吧 同性性行为主动方的那个词是什么 这个词呢 就是它下边说的那个词 就是亲男色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格林多前书六章九节里面 出现这两个词 紧挨着鸾同的下一个词 在赫赫文里面被翻译成亲男色的这个词 这个词呢 希腊原本是 意思呢 就是同性恋者 就是同性行为中主动的角色 所以在这里面 不仅说了同性恋的这个行为 而且还把双方都给说了 就说这样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 哇哦 就像那个Avan这个字 当你在形容就是道路的时候 他就是弯曲弯弯曲曲的小路 就是一个一个这个样的 但是当你在形容人的时候 他就是讲说你是扭曲了神的话 然后你是作恶多端的一个人 你把对的东西变成错的东西 错的东西变成对的东西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圣经里面有常常都有这样的字 的确不是每一个都知道 但是如果去查的话真的都可以查到 那我看到那个还有很多人质疑哈 就是我们刚才说秦南色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哈 他们就说这个词 你去查他根本指的就不是同性恋者 说这个词呢 它其实是两个词拼起来的 前面那个词代表的是男人 后面那个词代表是床 你把这个词拼起来 怎么讲的是同性恋呢 你一个词由男人跟床组起来的 那讲的怎么不是同性恋呢 对吧 这是应该很明显的事情吧 而且很多时候像这种语言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去解释 就比如说像英文里面的西瓜 Watermelon 你要直接翻译中文 它就是水瓜呀 那什么叫水瓜呢 对不对 你就会说 不对了 人家这个词说的不是西瓜 人家可能说的是 人家美国有另外一种水果 人家说的是那个水瓜 不是嘛 它就是西瓜嘛 你要是直接给翻译 Watermelon 那还不对劲呢 Strawberry 西瓜梅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很多这个词语的时候 你不能把人家的那个文化里面词语 你给当成你自己语言 你这样来分开来解释 那是完全不对劲的 那在这个视频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什么 蓝铜 什么青蓝色等等 其实它在这个视频里面 它还讲了其他的 比如说像什么 索德玛跟俄罗拉等等 但是我为什么只拿出来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呢 还稍微有一点讨论的必要 因为它涉及到了希腊文或者什么 前面那些其实根本就不用听 就是完全是 你一听你就莫名其妙 就它编的都不像样 所以你就是没有任何听的意义 那么在这个视频的结尾呢 它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很多 不管是LGBTQ教会或者怎么样 就是很多基督徒 现在的基督徒会有的一个误区 就是它在里面讲到说 圣经反对同性性行为的这样一个理论 不是用于今天的社会 因为社会环境已经不同了 那古代人呢 他们对这些事情 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深刻的理解 所以呢 圣经反对 反对的是在他们那个时代 有那样的事情 而不是现在 我们用了这段时间 去了解到 传统拿来反对同性的经文 其实是无法应用在今天 我们对于同性的认识 我们对于同性性倾向的了解 因此 虽然圣经是反对同性性行为 但是圣经反对同性性行为 有它的时代背景 以及作者时代观 以及他们观念的一些有限 他们经验的有限 我们知道这些经文 也不适合再来应用在今天的社会当中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啊 他这边讲就是圣经是有一个时代限定的嘛 对 然后呢 这代表以前的事情 然后现在不适用 所以话说我是起初的幕后 就是照道理讲 应该就是一套法律 一套法典 然后呢 一个圣经是有 神的话是不会变的 之前有用 现在也有用才对 但是现在呢 就不是为牧师去讲说 以前是以前的 然后现在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所以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讲说 社会的文化 其实是大过圣经的真理 就是我们要遵从现代的文化 而不是遵从圣经的真理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 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扭曲圣经 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这是从以前到现在 圣经都说 人就是会这个样子做 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最可怕的罪 Avant就是从这个字来的 对 那他就是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而且他也是个牧师 然后出来讲说 这个样子做是OK的 那对于这样子的基督徒 我真的觉得是 那你就干脆直接说我不信圣经 然后我要丢弃耶稣给我的救恩 圣经就是一轮破书 我就是不信 你这样就好了 你干嘛要用你的方式来扭曲圣经 这是一个非常恶心 而且肮脏 而且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你只会让更多的人跌倒 然后让更多的人变得跟你一样 跟罪妥协 对 你看就像这个提问 大概前书一章 在这里说 可惜有些人却偏离这些 转向空洞的谈论 他们想做律法教师 却不明白自己所谈论 所主张的 我们知道 只要用的合一 律法本是好的 因为律法并不是为义人设的 而是为了对付那些目无法计 大逆不道 不敬畏上帝 犯罪作恶 不圣洁 贪恋世俗 谋杀父母 行凶害命 淫乱 同性恋 拐卖人口 说谎 其假释的人 以及其他违反正道的人 这正道来自当受称颂的上帝 托付我 传扬的荣耀福音 在第七节里面 这里面讲到他说 虽然你想做律法的教师 但是你不明白 自己所谈论的 所主张的 就是英文在这里说的 更加的清楚了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自己在讲什么呀 那第十节呢 在这里讲了说 哪些事情呢 sexually immoral 就是性上面的不道德嘛 对吧 还有 for those practicing homosexuality 就是同性恋 这讲的已经是 非常非常清楚了 你之前那个什么 鸾童 然后什么男的 这样直接写出来 同性恋就是同性恋 同性恋就是同性恋 那当然这个中文的译本 我用的是当代译本 因为当代译本的话 你就是一看 就是更加直接 更加明了 你不管是去参照 中文的译本也好 或者是英文的译本也好 或者是你就是去看 原文呢 你照着那个词典 你拿着去比对 都不可能出现 他这样的结论 所以呢 神告诉我们说 不要自欺 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你们起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无论是淫乱的 败偶像的 奸淫的 坐鸾童的 亲男色的 偷窃的 贪婪的 醉酒的 辱骂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他刚才讨论的 这节经文里面 坐鸾童的 青男色 这是第九节 第九节的一开始 他就说 你们不要自欺 你们不知道 这样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 你自欺的结论 就是你没有办法 承受神的国呀 不是吗 你这个东西 自己骗自己 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就干嘛要自欺欺人呢 你不过骗自己 你还骗了一大堆 那些小孩呀 跟着他来到 教会里的小孩呀 支持那个 同性恋的小孩呀 跑到里面说 我们要信主 那他们就支持这些东西 他不光害了自己 他害了别人呢 15年 教会里来了多少人 来来去去 哇 他15年一直以来 都是这个样子吗 还是他最近 才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是一个 pastor's kid 对 那他的爸爸的教导呢 我也没有去特别查了 就是我也想知道说 他父母对他这样的 作为 还有他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些东西在神里面 都是有办法的 只要你自己愿意 你就是可以去改变的 但是这些人 他们就是不愿意 那你自己偏行几路也就算了 你去把别人都往火坑里面 带这个行为 就是你作为这样牧师的父母 也是牧师 你对这个到底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也是蛮想知道 那除了说在讲台传讲 这样的信息之外呢 其他有非常非常多 这些信息太多太多了 网上都有 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去看 一个是不想为他们增加流量 第二是我怕各位看完了生气 第三个是生之二气的确没有必要 就是为他们祷告 希望更多人能够认识真理 能够得救 那除了他们在讲台传讲 这样的信息之外呢 他们还组织非常非常多的社会活动 在2022年的时候 也就是上两个月 他们为了庆祝台湾同志游行 20周年 所以他们就特别举办了两场 关于跨性别的活动 上午呢 就是儿童的绘本故事活动 下午呢 就是一个讲座 还告诉大家欢迎参加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当时讲的这个儿童的绘本 那这图案书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狐狸安是之美人鱼 这个故事我上网去查了一下 就这个故事书里面 讲的到底什么呢 是说一个小男孩 跟他的外婆在地铁上 就看到了一堆变装皇后 那变装皇后大家都知道 就男人嘛 化的那种大种装 带的那个头发穿的高人鞋 小男孩在地铁上就看见了 那个书里面就写 就说小男孩就觉得说 太漂亮了 就说这些美人鱼太漂亮了 我也想要化妆变成他们那个样子 我也想要变成这个样子的美人鱼 于是呢 他就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他就动手DIY 里面那个绘本里就画的 他把那个自己就装扮成了女装的样子 一个小男孩 那这本书呢 他到最后这个小男孩就说 我这个样子 我的家人 我的外婆 是否能够接受我 像我这个样子 哪里有一个可以展示我的舞台呢 那他们上午是给小孩讲这个故事 他们下午呢就有一个讲座 这个讲座叫什么 就叫跨越的爱 就是认识与支持 跨性谍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他们主持人呢 也是他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女牧师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有这么多的人 针对着小孩去做这个样子的活动 父母把小孩送过去 说这个样子的东西是很好的 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 那种变装皇后 这些什么在上面跳舞啊 还有各方面裸露 然后真的 我们那个新闻也有讲过嘛 对不对 装着那个胸部 然后呢 就这样子托给别人看 小孩就在下面 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要来信化这些小孩 但是他们就是说 这一切是正常的 他们打的旗号就是包容嘛 就是爱嘛 对不对 但是圣经里面 在马太福音圣里面告诉我们 说树啊 能结两种果子 对吧 你很多时候你说 他打着爱的旗号 你或许觉得说 这个东西可能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看他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 你就知道这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吧 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说 说这样 凡好树都结好果子 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所以凭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说他们在推动的这些东西 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 同性恋运动 所结的果子 不仅仅是说同性更多了 而且发展到了变性人 在同性恋运开始之前变性人是没有那么多的 但是同性恋运一开放变性开放了 本来这些东西是限制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现在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到了儿童的同性 还有儿童的变性 还有儿童的性别混乱 以及现在出来很多变装皇后的这些东西 你说这些东西它是好果子吗 很明显它是坏树上面长的坏果子 所以所有结出来这些果子 都是违背圣经的真理 都是违背了神的律法 以及神创造的规律 这都是对神的圣洁的形象完全的攻击 真的不要觉得说离自己很远 或许大家看我们电视上的新闻 然后LA数据在美国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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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近的 然后我们那天看了一个东西 Drag Queen Story Hour 就在Pasadena那个地方 我们还知道那间书店 那个书店以前就是我们两个上班 以前的工作单位 马路对面的书店 各位真的是不要气馁 我们认识非常多的好的牧师 我们认识非常多好的教会 特别是白人的教会 很多他们是非常的敢去讲这些事情的 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 这马上私立学校家庭教育 然后学校帮着父母一起来创造 这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然后还有你上次新闻报 那个Pastor Story Hour 有非常多的牧师进去 来去拯救我们的孩子 有非常多的基督徒 开始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拯救我们的孩子 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 反正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牧师 很多的教会在去做 保护孩子的行动 然后美国有立很多法 要来去保护小孩 不要被这样子的东西来侵蚀 包括德州 就直接立法说 Drag Queen Story Hour 你只要有小孩的话 你这些人全部都要抓起来 大家不要气馁 然后我们要继续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们真的要付出行动 我们不可以就觉得说 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就骂一骂 哎呀好恶心啊 你看这些 怎么会这样 我们祷告就好 我们这要付出行动 我们要去做正确的事情 我们要来亲自来守护我们孩子 我们要亲自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对而且现在这些东西 也不仅仅只适用在美国了 就是台湾的朋友们 赶快做防御行动吧 现在我觉得可以开始研究 Home School的事情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这些人就跑到学校里面 他就去教你的小孩了 我知道在台湾 这些事情现在已经变得很疯狂 同性恋变性人 很多很多 包括像这个教会呢 他们也有联系在一起的伙伴教会 也就是说台湾 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一家教会 是这个样子 还有伙伴教会像什么 有个教会叫活跃教会 在高雄啊 那他们还有其他的伙伴教会 有的在美国 有的在加拿大 有的在南非 等等等等 所以我相信在文化 越来越往下走的这个时候 或许将来这种不符合神的真理的 不符合神的道的这种教会 会越来越多 但是你要怎么去保护你的小孩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教会 在教导这样的时候 其实坑了不少人了 所以我不知道说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怎么办能救救他们 因为他们接受到这样的教育 他们或许真的从来没有 真正接受过正常的圣经的教育 他们听这种东西 就会烙印在他们脑袋里面 就会烙印在他们心里面 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可怜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神的真道神的真理到底是什么 哪怕读到了 他们也说不对 这原文不是这个意思 圣经你不用看了 你就听我们讲就好了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样的汇重是非常非常可怜的 而且其实这个历史 就是同性恋在美国这个历史 LGBTQ整个议程会发展这么大 其实是有非常可怕的一个历史事实的 就是那时候在冷战的时候 然后俄罗斯就是很保守 很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我们全部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你如果做这个东西 就把你关起来 那美国就觉得说 我们要自由啊 我们要这个开放啊 他们就说 哎你看 我们的同性恋人可以在大街上走 你看我们的女人可以就是穿个比基尼到处乱走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代表 所有的组织 他们都必须要维持他们的收入 你知道不管你是看什么FBI啊CIA啊 然后他们的组织永远只会变大 我这个组织要继续存留下去 我就一定要找出新的东西来说 这个东西我可以帮忙的 那像说FBI、CIA 这个盖达组织 他们瓦解了之后 他们就说 哎你看美国这边有更多的恐怖组织 这些家长就是 Domestic Terrorist 国内恐怖组织 LGBTQ这些人 他们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成长 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更多的人变成LGBTQ的人 他们唯一成长的方式就是说 哎大人都接受了对不对 同婚也通过了啊 我们还是要小孩啊对不对 小孩被压迫啊 我们还是有人被压迫啊 所以这些受害者的组织 他们只会成长 只会扩大 我们不可以让他们再继续这个样子做 唯一的方法就是圣经的价值观 唯一能阻止他们继续扩大的方法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坚守圣经的价值观 了解圣经的价值观 所以说真的是要鼓励每一个家长 每一个人要亲自的去读圣经 如果你不亲自的去读圣经的话 你就会变那样子的牧师片 你就会变那样子的牧师说 哎你没有读过原文啊 那你如果读过圣经的话 你就知道说 原文不可能是那个样子 就算你没有读过原文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不知道你看完今天这期节目 你有没有感觉有点被冲击到 或者怎么样 反正我本来想给大家找更多的这个视频去举例 但是说实话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因为那个就看一看 就的确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就是今天就是给大家找了这个一小段 好那大家要是有什么观点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菲丽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